中东启示录13 大不列颠的三重诅咒 第一次世界大战 奥斯曼土耳其与德国人站在了一起 为了瓦解奥斯曼帝国 英国人决定策反奥斯曼统治下的阿拉伯人 当时阿拉伯世界中最具影响力的是 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所在的哈希姆家族 此时哈希姆家族族长是 侯赛因伊本阿里 英国人给他写信 要求他带领阿拉伯人反抗奥斯曼帝国 并许诺会支持他在中东建立独立的阿拉伯国家 1916年 也就是英国人给侯赛因写完信的第二年 英国人又和法国人排排座 用铅笔在地图上画了一条直线 分割各自的中东势力范围 这份分赃协定就是塞克斯皮克协定 在协定中 英国人把许诺给阿拉伯人的叙利亚 割让给了法国 就是英国人的随手一画 强行把该地区同一民族 甚至同一城镇的人 分成了不同国家 为以后中东的国家民族宗将 三大矛盾埋下了炸弹 又过了一年 英国人致信给犹太人罗斯柴尔德勋诀 因为写信的是英国外交大臣贝尔弗 这封信被称作贝尔弗宣言 信中英国人又把曾许诺给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给了犹太人 三年中英国人一次下了三道相互矛盾的谎言 这三道谎言如同给中东打下了三重诅咒 造就了当今中东的无解乱局 虽然英国人欺骗了哈西姆家族 但还是帮助该家族族长侯赛英建立了阿拉伯汉制王国 阿拉伯军队解放叙利亚后 侯赛英的三儿子费塞尔进入大马士革 1920年费塞尔被叙利亚国民大会拥立为国王 但法国人根据和英国人达成的分赃协议 直接占有叙利亚 并将费塞尔驱逐出境 同年英国政府考虑到自己所殖民的伊拉克局势不稳 同意费塞尔成为伊拉克国王 1921年英国又把巴勒斯坦一分为二 西部还叫巴勒斯坦 东部建立外约旦酋长国 立侯赛英次子阿布杜拉为外约旦酋长国酋长 这时候哈西姆家族是风光无量 侯赛英是阿拉伯的汉制国王 长子为王处 四子是外约旦国王 三子是伊拉克国王 虽然哈西姆家族依然受到英国人的控制 但阿拉伯世界的一家都大 可不是英国人所期望的 所以扶植另外一个可以阻止阿拉伯世界整合的势力 成为英国人的选项 这个势力就是沙特家族 沙特家族兴起于16世纪 曾两次立国也两次失去政权 1902年沙特再次复国 国王伊本沙特屡次恳求获得英国的保护 由于当时的沙特还不成气候 英国最初很不情愿 一战中主要扶植哈西姆家族对抗奥斯曼土耳其 但英国人还是把沙特视作了备胎 后来暗中答应了沙特成为英国保护国的要求 沙特也有力的配合了英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 1924年沙特家族与哈西姆家族 为争夺阿拉伯半岛的统治权爆发了战争 英国政府表面上表示不干涉阿拉伯地区的宗教事务 但警告侯赛英的两个儿子 外约旦的阿普都拉和伊拉克的费塞尔不能出兵干涉 算是暗中帮助了沙特 同年10月沙特家族击败了哈西姆家族 几乎统一了阿拉伯半岛 但沙特家族没有笑到最后 因为阿拉伯世界第三股力量开始壮大了